当一个人 真正想改变世界的时候 才会发现个人的力量 是多么渺小 他如今已经抵达了旅途的尽头 这是他和人之间的距离 这是世界对他的无情反哀 但他的信念 绝不会隐蔽 只为了给予那唯一承识的你 你第二次生命 我只能 在过去创造出新的课 这就是 我的意志 而这另一个未来 将是 属于他的时刻